耶稣 愿意遥述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的确是不容易 特别是当你仍在痛苦当中 遥述就更加困难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遥述苦害他的人 很值得我们学习 耶稣被人诬告 被带到去罗马巡护彼拉多的面前受审 彼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于是就问群众 他们宁愿释放耶稣 或释放强盗巴拉伯 谁知这些人耳口同声地说 释放巴拉伯 至于耶稣 他们说要将他钉十字架 跟着耶稣受尽肉体的痛苦和灵欲 他们鞭打耶稣 除了他的衣服 为他换上一件珠红色的袍 更加用荆棘编成冠冕 摆在他的头上面 有人将一支芦苇 放在耶稣的右手 跪在他的面前 弃弄他这样说 恭喜你啊犹太人的王 这些人向着耶稣的面 吐口水 用路位打他的头 除了他的外袍 穿上自己的衣 之后就逼他 背着沉肿的十字架 这个也是主耶稣的讨告 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所说的说话 最好反映出他的为人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为苦害他的人讨告 可见他的爱是多么伟大 其实钉死主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 所以我们同样需要遥述 自从阿当违背上帝的命令 人类就在罪中挣扎 我们的罪包括骄傲 自私 老恨 贪婪 质道等等 罗马书6章23节的经文说 因为罪的功架乃是死 而主耶稣的死 代替了我们受罪的刑罚 就好像羊羔代替人作为负罪的献祭一样 人的罪越大 就越看见恩典和上帝的爱 罗马书5章8节的经文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遥述众人的祷告 是我们的榜样 祂教导我们要为敌人祷告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的经文说 指示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白你们的祷告 而在六章十四节就说 你们遥述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迫遥述你们的过犯 如果你愿意遥述伤害你的人 你就会更加容易相信上帝的恩典 知道上帝的恩典会改变他们 我们一起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对世人的爱 使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的罪受尽肉体和心灵的痛苦 我们也都感谢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面遥述苦害他的人 为我们立下遥述敌人的榜样 天父啊 求你感动世人 放下骄傲和一切的罪 接受你借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刺下的救赎恩典 根求天父帮助我们 愿意遥述得罪我们的人 更加体会你的恩典 祈求天父遥述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 也都求主医治我们的伤痛 愿意因为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遥述 令到这个世界的冲突 包括国与国 家庭和社会人世之间的问题得以解决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门 祷告是人向上帝倾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事项全真至 pray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自福看顾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